比如建立一個那個資料庫的流程 就這一行 OK 另外的話呢 當然刪除的話這邊有delete database 你可以給它這個指令 那其他的話 SQL line比較重要的相關指令 最重要就是XQ SQL RAW Query 有沒有 那等一下還會用到其他 close的話就把資料庫關閉 那再來怎麼樣去新增 新增資料表 剛剛有用到這個字串 OK 那將來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變化 看你在初始化的時候 要建一個什麼樣的table 不過特別之餘 你會發現書裡面 少了三個字 if not exist 有沒有 create table 我是把它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那書裡面沒講 OK 所以很多同學一run起來 第一次run得起來 每次都說第二次 老師我的程式就run不 f run不起來了 我一看 對 少三個字 補上去系統就穩了 再也不會發生問題了 OK 但如果你要讓它穩的話 就用穩的方法 OK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把它exqueue 它就幫你建立這個table 建立這三個欄位了 其實你說 用SQLite 跟用其他的資料科程不一樣 沒有不一樣 一樣 只是一個遠端 一個近端 一個local端而已 反正管它放在哪裡 方法基本上都一樣 但是前提是seql語言 所以seql語言應該算是 學習資料庫的 應該算是一個 最大功因素吧 你至少要會知道seql語言 如果你seql不熟啦 說真的 你其他東西熟又如何 OK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可以 去花一點時間在seql seql裡面的話 最重要 如果是相關資料表的一些相關的應用 就四種 其實這四種說真的 在95%以上的事情 通通都一個專案裡面 這四個全部都搞定了 真的全部都搞定了 比如說禁銷唇一個禁貨 insert嘛 資料要查 seql 那修改update 刪除 delete 還有什麼 沒有就這些 要不然還有更簡化的 insert跟seql就好了 頂多再加一個delete update的話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刪掉再重新insert 就是update啦 也是類似 只是效率沒那麼好而已啦 那它的執行方法 不壞就是insert into啦 基本的語法 我想 你當然不需要去死背 但是要熟悉 最好是能夠具有 能夠以後可以手動去 執行這個新增資料 直接打 比如說以後 假如說你不透過介面 手機也好 或者是web也好 或者是windows界面 你可以直接有這樣的能力 那以後你根本 即便是程式壞掉了 你要新增資料 你也不需要透過界面 你只要一個seql的視窗 自己就可以打這些指令嘛 比如說新增一筆資料 insert into table 有沒有 哪些欄位 values 記得這個後面要有空白 這都有空白 這空白缺一不可 名稱打錯一個也不行 欄位名稱打錯也不行 只要沒打錯誤 保證沒有問題 這個都已經是 那像以前我發現我剛開始接觸這個的時候 我花最多時間就是在出錯 看起來都對 但是就日子鬼打牆 後來才慢慢把這些熟了之後 才知道原來有些地方是太粗心了 差一個字都不行 那update的話 就是update哪個table set set是修改什麼東西 會有指的是後面ID是第一筆資料 如果你要做修改的話 你可以後面是修改什麼 哪一筆資料 ok 就是說這個當然基本語法 delete from 哪一個table delete from 意思就是說我要去把它刪除 這個table裡面 01 那會有指的是 那個編號1 這ID是1的 ok 那如果說你後面 假如說呢 你沒有這個會有的話 意思就是整個table全部刪掉 裡面的資料就清空了 ok 那還有什麼drop table drop table 意思就是當然 是把整 有create table 把這個table給拿掉 當然相對如果你做table之後 你下一次一定要create 如果你沒有create的話 那就會有問題 ok 所以基本上 我們有這些相關的東西 那基本上各位還是要稍微把它了解一下 最後 on Detroit的時候一定要把資料庫給關閉 因為如果你不關閉的話 它會佔用你資源 不過我發現 即便你沒有關閉 它可能過一陣子 因為這個 enjoy 它還是會發現 它好像沒連線 也會自動幫你關掉 只是說自己關會比較好 ok 你自己關的話 當然相對比較不會浪費記憶體 ok 然後 然後其他的話再來把它做執行 那我們在上面的一個button 一個list view 上面有一個 就是放sicle 語法的地方 預先我們先載入 當然未來在做程式設計的時候 你不會把這個insert into放上面給user去輸入 是放在背後 因為我們只是練習 所以讓各位知道說 上面是有一個像這樣的insert into的指令在這裡 那insert完之後呢 接下來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要怎麼樣把它再從資料庫裡面 這個是insert into 到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產生一筆記錄 如何再把它怎麼樣 讀出來放到這個list view ok 那這個list view 那當然前面我們講過 一定需要一個adapter 那adapter一定會跟你要 總共至少三個東西 mvc 那一般是你的c是誰 也許是這個activity 所以你指向list 指的是我們現在的這個activity的實體 然後呢 一個layout 特別是喔 那前面的layout是單欄的 可是現在是多欄的 那多欄怎麼辦 特別是喔 關鍵來了 首先你必須要 先建一個layout 這個layout 這個layout 建立的方法一樣 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 這邊有一個叫xml的linear layout ok 第一個 這個前面有做過啦 那我名稱不改 我也許原來叫layout 我就叫layout 那裡面的話就是一個linear 放兩個textview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這個前面也做過很多類似的 那只是說我把第二個改成紅色的 那這個是一個版型 一定要把它 那裡面 你只要注意幾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 這個layout的名稱叫什麼 第二個就是它裡面的這個 這個ID叫什麼 因為將來它會問你兩件事 就是第一個啦 剛剛有三個MVC 後面還會延伸 因為延伸出什麼 就是說你的資料在哪裡 那你要放在哪裡 你要告訴他資料在哪裡 放在哪裡 ok 所以接下來後面呢 我們剛剛有看到就是說 在我們的程式裡面 在mangative裡面 就這一段 我有寫了一個messor 獨立出來這樣比較好瞭解 這個update adapter 裡面的話呢 先判斷一下裡面不是空的 有資料 第二個就是說 建一個simple cursor adapter 這個adapter 也是這樣名稱叫adapter物件 new一個這個simple cursor adapter 不過你會發現 它即將被棄用了 即將被棄用 意思就是也許將來 有沒有它有一個刪除線 但是目前還可以用 可是未來誰接鎖 我不知道 它會新增一個 也許 比較simple 叫苛瑟 之類的啦 反正現在這個 你們可以再關注一下 因為它即將棄用 不表示它不能用 即將棄用 完全棄用就是不能用 ok 那這裡的話呢 裡面呢我們會需要 要有幾個東西啦 它裡面有相關的 叙述 就是說要我們 即將棄用 裡面的話它會問我們幾個問題 裡面的話呢 ok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總共的話 第一個是C context 就是Less 第二個是什麼呢 Layout 我們剛剛有建一個Layout 第三個問題的話 就是你的科色 我們剛剛有把資料查回來 查回來之後放了科色 所以我把名稱放上去給它科色 那還有比較關鍵 就是後面有兩個新的參數 這個地方的話 問你說String 有沒有一個陣列 所以你必須要給它一個陣列 ok 那建立陣列就是New一個String的陣列 裡面的話呢 記得它問你說From 意思就是說 你的資料來源在哪裡 請你告訴我 它這兩個資料在科色裡面的欄位名稱 叫藍位名稱 所以這部分的話 你必須要給它一個陣列 放它裡面的藍位名稱 那即便是只有一個藍位 你還是要給它陣列 因為它要的是陣列 你就要給它陣列 即便是一筆記錄 也是一個藍位也是 那to的話意思就是說 你要放在哪裡 ok 那int 這個地方指的就是說 你要放在Layout那個版型裡面的 哪一個view 有沒有 所以我們有兩個 一個是textview1 一個是textview2 所以你必須給這兩個訊息 ok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從API裡面查到的 只要API要什麼啦 反正以後你要記得API要什麼 你給什麼就對了 這個不用背 因為未來即便說 它這個Simple Cursor Adopt 換成別的 反正它一樣會有API 一樣會告訴你說你要給我什麼 你只要看懂API 後面其實就好搞定了 當然你最怕的是說 你根本連API都看不懂 然後到處去Google 到處去看 那即便外面找到的 也不見得是你的啦 最重要的是你要看懂這個API 因為這是官方說法 是第一手資料 這個其他的書本裡面的知識 都是從這邊來的啦 ok 所以我們給它該給的東西 那些要特別注意 前面這三個應該沒問題啦 最重要的是後面兩個 那因為它需要一個陣列 所以我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street 然後呢把後面兩個名稱 用大瓜湖 藍位名 特別重要這個是藍位名稱 用大瓜湖裡面呢 去直接建一個什麼 就是先建一個street 正列對不對 前面是new 先建空間 再把資料放進去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流程吧 所以先new再把資料放進去 好那就放兩個欄位 所以將來這個正列裡面 就會有兩個欄位 因為new前面沒有東西啦 所以前面有什麼匿名物件 這裡應該是屬於匿名變數 就是沒有名稱 但是它new出來了 ok 我們因為用一次啦 不然的話你也可以寫在上面 你先new一個正列 再丟進也ok 如果你要寫的比較多寫一行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new一個什麼int 因為它也需要一個正列 那你告訴他說 我的東西是放在這個layout裡面的 所以這個裡面東西 它會登記到ID裡面 還有一個textview1 textview2 所以將來 它會把這個layout引進來之後 然後呢 就分別把資料放在這個 放到這個裡面 並且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的結果呢 各位可以看到 就類似講這樣子 一個一個的幫你畫出來 所以adapter就是有點像 之前舉的例子 像蛋夾一樣嘛 然後做好子彈 放進去 有沒有 其實好像有一點點生產線的味道 有沒有 生產線一個模組 放 然後就叮叮叮叮 全部都來做好了 生產出去每個都長得一樣 只是上面的編號不同 ok 類似有這種概念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再把這個adapter 給LV01 去set adapter 它就看到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就完成 把資料查出來 並且顯示 在那個list view的相關動作 最後這個adapter完成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N++ 這個所謂N++ 就是因為將來 我按下了它之後 我需要把本來的7 有沒有 按下它 再加1 變8 變8 有沒有 一直往下 它會一直往下 所以你一直按一下 它就會增加一個 增加一個 上面當然你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不重複的情況下 我做什麼事呢 就是N 利用N++ N得N++ 然後把這個項目再加1 再把它重新set一次 ok 那就完成整個流程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這個範例 我們基本上學會了 第一個 利用sqlite去建立database 第二個建立table 資料表 建立欄位 然後insert進去 把它查詢出來 顯示在thisview上面 大概就這些東西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最基本的 你要對於那個sqlite了解的話 這是最基本的 而且坊間的書籍裡面 大部分還會包一個sqlite的help 我是覺得大可不必 我建議是你就了解那個sq語法 後面用sql去操作 我覺得這個會是比較好的策略 ok 那當然坊間的書籍很多 講的一箱 但是我覺得 你把這些弄完之後 可能它又改版了 你有什麼辦法 又再學一次嗎 可是我是覺得 如果你學sql 好處是 它應該 比較沒有改版的問題 因為像我20年前做的事情 20年後還是一樣 我不用說有些新的 我根本不用去看 我也不想去看 我只要知道 怎麼去執行我的sql語法 無論你今天是 就像你那個學sqlite也是一樣 sqlite也是一樣 sqlite看後段是什麼 對不對 你drive掛上去 然後sql 所有存取 我通通一律用sql 我其他我也不看 坊間書籍會教你很多方法 一本書這麼厚一本 教超多的 但是實際上 我覺得 最好還是掌握sql 會簡單許多 其他章你根本不用看 參考就可以了 OK 所以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呢 因為我們已經學會insert 也學會slate 就是把它slate回來 所以基本上 我們學會insert into 這邊有個叫做 slate所有的front table 對不對 這個是query 就是rollquery 然後 最後的話呢 當我怎麼樣 當我離開的時候 就是把它離開的時候 會觸發什麼 ondetroy 那我希望呢 當我離開的時候怎麼樣 我可以把資料庫給刪掉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我ondetroy 當我怎麼樣 離開 特別注意是back 但你如果按home的話 他基本上 不會去detroy OK 所以之前好像自己的同學 是按home鍵回來 就掛掉了 因為home鍵沒有 沒有 那個 然後這裡的話 如果說我怎麼樣 再回到剛剛 把它執行過 那基本上他又恢復了 因為他剛剛怎麼樣 我剛剛有按了一個back鍵 那他會觸發什麼 ondetroy的生命週期 那裡面我有excue什麼 這個rolltable 把這個table給roll掉 然後呢把資料庫也關閉了 所以基本上一回來 又恢復原來的狀態 大概會有這樣的練習 那另外請各位 再延伸性的練習就是說 我這邊有一個變化題吧 因為呢 除了說可以怎麼樣 可以新增之外 那也許你可以在什麼 update delete 那這樣就完整了 所以再來後面請各位自行加入兩個按鈕 一個是去修改某一筆記錄 所以你按一下update的時候 上面你可以針對哪一個 比如說呢本來是ID是1 它原來是裡面 LUMBER裡面是1 你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號碼 按下去就可以讓它顯示 再把它重新讀出來 那怎麼做 也可以變化一下 另外還有做一個刪除 比如說你想要刪除哪一筆記錄 那你也可以用delete去執行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所以如果說你insert ok slate ok update delete ok 那基本上你對於那個資料庫的存取 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未來衍生出來的應用 幾乎都是從這四個主要功能 說說說做 即便不一定是android 對啦 其他我覺得其他的開發也都遵循類似的邏輯 所以其實你當然我前面講過啦 盡可能不要拘泥在某一個開發環境裡面 以後的話即便你們找到工作 因為不可能說完完全全只叫你做一件事情 現在好像沒有這種公司這麼認識的 可以他一定會盡可能的把你用到最大化嘛 資源最大化 就像你買東西要強調CP值 現在企業裡面更是完全是會衡量你在公司的貢獻度 而且會核算的非常非常的仔細啦 OK